南投酒厂一向以酿造水果酒闻名国际 2008年由于真建Whiskey酿造厂 开始生产台湾欧马丹一麦芽Whiskey等系列酒品 今年南投酒厂的欧马丹一麦芽Whiskey 在旧金山世界烈酒竞赛中 一举夺下两个最高荣耀的双金牌奖 随着生产性的移动 一瓶一瓶酒香满意的水果酒 透过自动化生产模式 从清洁酒瓶自动装酒到包装完成 南投酒厂早期在购买局时代 为了协助解决能力水果获胜的问题 成为台湾最大水果酒养殖厂 量造最受欢迎的葡萄红酒 R&D等系列美酒还能国际 而从2008年开始 酒厂尊设了威士忌登造厂后 也开始生产台湾欧马丹一麦芽威士忌等系列酒品 南投酒厂厂长詹草安指出 台湾目前生产威士忌有两家 南投酒厂却其中一家 而这次比赛过程中 因为我们具有特殊风味 因此从2014年开始 参加各类比赛都获得很好价季 目前其实台湾真正在生产威士忌的是两家 南投酒厂是一家 那其实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所具有特殊的一个风味特色 以及风土特色 所以基本上在从2014年开始 我们参加的各类的比赛 第一年我们在参赛的时候 就获得麦芽狂人的最佳 威士忌日常饮用酒 而且连续三年都获得最佳日常饮用酒 不管是雪莉桶还是波芬桶 在麦芽狂人的这个比赛 连续三年获得最佳日常饮用酒的一个比赛 那在其他的国际竞赛里面 也都有很大的殊荣 那就以2017年来讲 我们今年在旧金山的比赛 那就获了一个两个双金 就是说同样一桶酒获了两个双金 这两个双金基本上是必须在95到100分钟间 他们再去选择唯一的一支 所以我们在这个比赛 我们南投球场获得了两支 这个双金的一个奖项 那在今年的WWA里面 我们更获得台湾区丹伊麦芽威士忌的一个大奖 这是今年WWA特别为台湾创设的一个奖项 欧盟南投球场获得了台湾地区丹伊麦芽的最佳大奖 来自夏威夷的游客 对于喝过欧马威士忌之后表示 第一次喝到丹伊纯麦所做的威士忌酒 感觉很特别 味道也很清香 我们已经找到了 我们在南投 在欧马威士忌酒店 我们在喝一种一种芝士忌 没有混合过 不许是一种芝士忌 它说我们很不容易从台中 然后下来南投 然后找到了酒场 然后第一次喝到南投自己酿造的 单一麦芽做的威士忌 觉得很特别 就是在这边喝到丹伊纯麦的威士忌 然后也很期待说未来可以喝到 像美国的波本的威士忌 波本酒 然后他觉得味道很好 然后是单一桶子 所以非常的清香 然后有点早 就是太早开喝 他觉得酒的味道很不错 有趣的是 南投酒厂欧马品牌成立之后 将蒸馏后的威士忌原酒 盛放在原本南投酒厂葡萄红酒 礼汁酒 每次酒桶中熟成 竟然再度创造另类的威士忌奇迹 展草安厂长说 这种透过方位酒桶再生的独特圆酒 方位独特 也在今年酒精山烈酒竞赛中 几经全场 拿下精英牌荣耀 我要一下 低空 앞으로 这种房子 还大 下 之前